第16题,有四支音差经过测量,结果如右图所示,试问下列哪一组音差可以产生共鸣,我们知道产生共鸣条件是要频率相同,频率就是每秒钟所振动的次数,我们的假音差在5秒钟振动了1000次,所以它的频率是200赫兹,那么以音差在10秒钟振动了500次,所以它的音频率是50赫兹, 丙音差是振动一次要0.5秒,这是周期,周期是呢,千分之五,那么周期跟频率互为导数,所以频率就是五分之一千,那么也是200赫兹,那么我们的丁呢,就是一秒钟振动5000次,它的频率就是5000赫兹,所以我们又看到,我们的假跟我们的丙的频率是一样的,都是200赫兹,所以第16题问我们说,试问下列哪一组音差可以产生共鸣条件? 产生共鸣,我们答案选的是A,假饼